昨天上午 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 一年来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全年主要目标任务较好完成 十次五十线良好开局 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.5%左右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.5%以内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%左右 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进出口保稳体质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粮食产量保持在1.3万亿斤以上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